字幕提供 這個人在想什麼呢?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K 哥,這麼早啊? 是你啊,阿盈,差點被你嚇倒了 又沒那麼小膽啊 古靈精怪的 你在做什麼? 我在觀察人 研究一下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你想研究人的心理? 也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想寫一本偵探小說 是說一個偵探 如何透過分析人的心理 而破案的故事 哦,原來你想出書做才子 你不要笑我了 我發覺靠外貌、動作和語言描寫 有時候都未能夠充分表現到人的特點 於是就想想心理描寫 如果能夠運用心理描寫 就可以將人物的思想和內心世界表現出來 那讀者就更容易了解人物了 大作家,想喝什麼? 鮮奶咖啡 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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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ふぁ 琳琳 那你會用哪一種心理描寫 去寫這本書? 我會用很多方法的 其中一樣就是直接描述人物的心情 他找遍了公園 就是沒有看見女兒的蹤影 於是焦急得哭了起來 不見了女兒, 當然心急 不見了, 比著我可能都會哭了出來 你嘗試看以下的文字 看看有什麼感受 電話鈴響得太遲疑 同事們的譚小聲太吵集 辦公室裡太亂 街上的行人太多 迎面那少女的服飾太老套 升降機太慢 我家的大門太舊 家裡的藥油味太難聞 我那床上鋪的床單花樣太濃 揚臉躺下後 看見的天花板又太白 總之那天我的心情實在很煩躁 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真的看什麼都不順眼 聽什麼都不順意 你也有同感 直接描述的好處 就是讀者一看就知道 人物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這種方法沒錯是可以把人物的心情交代得很清楚 但是始終不夠原汁原味 我想直接點知道人物的想法是怎樣的 那就直接點描述人物的想法 他不安地搓着手 心中暗想 莫非他身我的氣料 難道他生氣了我 直接描述人物的想法 直接描述人物的想法 不僅讓大家知道人物的心情 甚至可以感受到他心裡的懷疑和不安 這就是直接描述人物的想法的好處 它可以令讀者更容易投入作品裡 體會到人物的感受 你試試看下一頁 看著滿地的玻璃碎片 他緊張得張開了嘴巴 呆呆地站在那兒 心裡忐忌不安 他想萬一媽媽湖來發現了 准會狠狠地責備我的 在寫作的時候 除了可以用第三人稱 他來寫之外 亦都可以用第一人稱 我來寫的 如果作者直接描述人物怎麼想 豈不是就變成了內心獨白 自言自語 沒錯 嚴若非, 你來我辦公室 經理用嚴厲的語調通知我 我當時倒鈔了一口氣 但轉念一想 也不會有什麼事 我又沒犯什麼, 怕什麼 於是我就大搖大擺地 跟著上司到他辦公室去 這一種自己說出心裡話的方法 不僅使讀者清楚人物的所思所感 更容易感染讀者 因為你覺得作者跟你在說心事 在說他的感受 短短一個早上你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 想想 這種直接描述人物怎麼想的方法 有多好用 這個方法怎麼只好用 還好易用 只要運用一些 跟想有關的提示詞語 例如是想、回憶 又或者是提示句式 例如是他想、心想、我回憶等等 然後再加上鬥號或母號作為標記 這樣就可以了 街燈亮了 糟了 我的心落燈一下 這次又遲了 遲了 這回又晚了 我慌張地跑回家 一路上 爸爸欺負眼鏡後面 那雙嚴厲的眼睛 不時出現在我眼前 我坦剔不安 心裡像十五個吊筒一樣 七上八下 我匆匆地一路小跑 心裡不住地埋怨自己 前幾天 爸爸剛說過 以後放學直接回家 不要出去玩了 放學後要直接回家 不要到別處去換 可惜我剛遲遲了幾天 就又急忙了 這回爸爸一定會特別生氣 說不定還要揍我呢 這時我放慢了腳步 心想 該怎麼辦呢 現在只有一條路 那就是向爸爸認錯 我請他原諒 上到這兒 我又加快了速度 趕快跑回家 天仔 麻煩你 那些咖啡不錯 謝謝 你信不信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我相信 我常常都會夢見一些 我日頭見過的東西 想過的東西 你經常發白的夢 那你有沒有試過在夢裡 實現到一些願望 那也沒有 不過我認識一個小朋友 他就行了 那天夜裡 我做了一個夢 夢見我家 買了一台很奇怪的電視機 能同時收看五個電視台 中間一個大的 四個各有一個小的 我們一家人坐在電視機旁 爸爸看新聞 媽媽看劇集 子子看攀音節目 哥哥看球賽 我看動畫 小朋友肯定是想看到自己喜歡的節目 所以就夢見一部神奇的電視機 嗯 其實藉助夢境描寫 一樣可以反映出人物的想法和內心世界 不過呢 用的文字就比較多 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就好了 能夠在夢中實現他的願望 難為我 每次發的都是惡夢 嗯 那你可以學下另一位小朋友 幻想一下自己的願望可以實現 他定睜地看著 這個一百分 忽然 那兩個零 變成了老師那雙含笑的眼睛 望著那一個一 那一個一 就盡他自己 按著頭 自豪地站在老師面前 一回二 那兩個零 變成了兩個全音符 那一個一 變成了指揮棒 想不到一、零、零 這三個數字 可以變成這麼多東西 這麼好玩 這就是幻覺描寫 其實夢境和幻覺 都是人的內心活動 運用夢境和幻覺描寫 一樣可以透露人的喜怒哀樂 同時可以反映出 人的追求和憧憬 我都想拿一百分 那你可以試試幻想一下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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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看燕滿詩卷鮮紅的交叉 組成一張大網向我殺來 把我網住 使我不能動彈 不能掙扎 我 又彷彿看得了 老師滿面的怒容 是 彷彿聽到料 父母失望的嘆色聲 和旁人的嘲笑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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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哈哈哈哈 唉, 為什麼我想到的事 都不是好事? 做夢的也是這樣 幻想的也是這樣 你是不是很怕數學? 是呀, 我從小到大都很怕計算 考慮數學測驗或者考試 我都會做噩夢的 啊, 所以我不會給他入數的 雖然呢, 夢境和幻覺有時看起來有點荒誕 但其實只要細心地體會, 細膩地感受 一樣可以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狀態 我覺得用夢境和幻覺描寫 能夠幫助讀者更加深入了解人物 而它起到的作用 是其他描寫方法不能夠達到的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 我們除了外部的動作和語言之外 還有喜、怒、哀、樂的感情 其實人心靈深處所想的 正是切身的思想、情緒和感受 所以最能夠打動人 照這樣說, 如果我要做作家的話 我就要懂得運用不同的人物描寫技巧 尤其是心理描寫 這樣才可以充分表現人物的耐心世界 感動人心 哦, 原來你想做才女才真的 尤其他的聽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